诗总 诗总 坐吧 合同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没有 只是呢 我跟一鸣是一个公司的 现在她退出了 那我这边 她的事是她的事 与你无关 概念引业不是无理毁约的公司 诗总真大度 但是 该表示的诚意呢 我也是要表示一下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单独约你吃顿饭 以表现意 浩英俊 我们晚上是不是有事 有 有有有有有 神圣的时刻 好 那我帮你送法务去了 我送你了啊 拜拜 那我不送你了 拜拜 呀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诗总 我知道合同已经签好了 但是呢 我在组里也没有什么熟人 没人照应啊 心里啊 特别没底 你进族以后会有助理照应你的 诗总 我想问一些私人问题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对不起 打扰了 进来 这么冷的天 穿这么少 我不冷啊 你冷 是不是 那你会让我来呢 我来得到你了 你把我来帮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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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总 我怕她冷到了 不送 什么情况啊 脱毛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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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石总早安 请坐 这是今日特制的早餐 黑芝麻糊 黑豆豆浆 黑豆杂粮饼 黑豆小咸菜 外加 三片生姜 生姜 外用外用 接下来 我要安丽石总一样东西 只要有了它 您现在面临的一切问题 全部都迎刃而解 三 二 一 吕 呦 航 滚 拿走 好 天安好了 这么顺利吗 怎么 有问题吗 没有 我就是想问一下 方言还满意吗 满意 那可是相当的满意啊 太好了 方言奥利贵 赶紧把石梦拿下吧 英俊 你这次可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 不让我想到了当年刚那是时候的 刷 不是说好了办公室不累吗 不是说好了办公室不累吗 藏天哪 我是造了什么孽啊 杨阳 救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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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